三七粉是中药理念的明星药材,有美白去斑,活去化瘾,排毒护肝,止血散于,消肿定通,抗肿瘤,增强集体免疫功能,延缓衰老,双向调节血糖,降低血质,胆固醇,抑制动脉婴瓦等功效。 但是,三七粉最好,却不是随时想吃就能吃的,服用三七分流八大禁忌,千万别吃错,一,吸收不好不喝,三七不移与残斗,累,以及冷刷食物一起食用,因为这些食物会导致身体对三七的营养物质的吸收效果大大减小,所以建议吃三七粉就不要吃以上食物。 二,感冒不喝,感冒的人不宜服用三七,三七粉性温,若是患风热感冒,者吃三七粉,则会导致热感加重,因此不宜服用,若是风寒感冒者则可以服用。 三,不能有病了再喝,长期服用三七粉,科卵化血管,促进血液健康,有效预防各种心脑血管疾病,随着年龄的增长,身体各方面机能都在下降, 因此不要等到有病,的时候再吃三七粉。 四,三七粉不多喝,三七不宜吃太多,每天6到9克,分次食用。 五,月经期不喝,女性朋友月经期间不宜食用三七粉,三七粉有活血化瘀的功效,被称为是第一剩要。 若在月经期间服用,亦导致出血过多,但如果是血与行月经不调,则可以利用三七粉的活血化瘀来调理月经。 六,怀孕不喝,妇女怀孕期间不能使用三七粉,因为三七有强大的活血,降血压功能。 不利于孕妇及胎儿的健康,但如果是产后失血较多,用三七来补血那可就是极品了,因为三七有止血化瘀的效果,同时可用来提高产妇的体质。 只要不处于以上六种情况,我们应该怎么对症吃三七粉呢? 七,过敏不喝,在服用三七粉之前,我们需要了解自己的身体,看看是否会出现过敏的情况。 如果出现了过敏的情况,一定要及时停止,不过对三七过敏的人是比较少的,不需要特别担心。 八,三七不能说喝时不喝,服用三七粉,一定要长期坚持,三天打鱼,两天善网,是的服用三七粉。 达不到想要的养生保健效果。 所以,如果您计划服用三七粉,我们建议坚持长服,长期服用三七粉才可活血通落,软化血管,降血压,降血脂,肝纤维化,还有美容养颜,年缓衰老等功效。 只要不处于以上八种情况,我们应该怎么对症吃三七粉呢? 最全的三七粉用法,不同疾病的不同用量。 一,高血脂,三七粉每次一克,半前温开水冲服,服三次,移到两个月为医疗程。 二位出血,三七粉每日服三次,每次数1.5克,用温开水冲服。 三,心脚痛,三七粉每日二次,每次六克温开水冲服,效果颇佳。 四,水症,如吐血,外伤出血,产后出血,血韵。 取五到十克三七粉与八九条肤跌打肿痛处,可以消肿止痛,加糖包肤骨折处,可促遇合。 五,白细胞减少,三七粉三克,开水送服,每天二次,连复二十天为一个疗程。 六,顽固性头痛,地漏,传胸歌颜细末。 三七粉每次十克,开水冲服,每日三次。 七,脑震当头痛,三七粉三克,每天二次,开水冲服,连复十五天为一个疗程。 八,强烈腺肥大,三七粉三克,配泡山脚二克,每日三次开水冲服,二十天为一个疗程。 九,八痕疙瘩,三七粉适量,加食醋调成膏状,万福换处,每日二次。 十,手足麻木,三七粉五克,瘦猪肉五十克,蒸书服下,每晚一次,连复一周。 十一,心脑血管疾病,每天用三七粉三到五克,蜂蜜适量,冲入开水四百到五百毫升以用。 每天二次,起床后和睡觉前各服用一次。 十二,补血,三七粉每日服二次,每次服三克。 早饭前晚睡前,用二开水加红糖充服,三十天为医疗程。 十三,患心病,三七粉每日二次,每次三克,三十天为医疗程。 十四,甘心为化,三七粉每日一到两次,每次三克。 十五,寻常游,三七粉每日三次,每次二克,一般服用三十天左右即痊愈。 十游,卡血,三七粉二到三克,日服二到三次。 十七,急性坏死性阶段性小肠炎,三七粉每次三克,温开水送服。 十五日基本旋律,继续服药十五天以巩固疗效。 十八,皮肤斑,每天吃一到三克三七粉,混在水,牛奶或粥里,搅匀后喝。 十九,活血化日,每天早上服用五克,晚上服用五克,像冲茶似的,冲了就喝下去了。 十五,乳性问题,女性每日早饭后服用三克三七粉,用凉白开冲服,一个月开始体效,三个月一个周期。 十一,神经衰弱,失眠多梦,时尚乏力,可以于睡前开水吞服三七粉二克,能够增加水年,增进食欲。 二十二,中风,三七粉三克充服,脑溢血者出血期,可单用三七粉化于止血,生吃好还是熟吃好,生吃活血,熟吃补血。 三七粉的吃法分两把类,生吃和熟吃,生吃主要是活血化于,熟吃的主要功效是补血。 生吃之法,三七粉生吃,专家建议,每天三到五克,可以选择牛奶或温水两次送服,一次送服最好二到三克。 熟吃之法,炖鸡,炖排骨,等级或排骨熟后,加入十到二十克三七粉,炖十分钟即可。 三七粉也可以直接炒熟服,或者直接开水冲服,但是炒熟的三七粉,很少有人用来泡水吃。 三七粉服用时间,你是早上还是晚上? 早上服用,增免疫,抗衰老。 早上起来服用三七粉三克左右,用温开水送服,可以增强免疫力,抗衰老等功能。 晚上服用,要助睡眠,服用三七粉最好在饭前服用,有助于改善睡眠。 如果在饭后服用请少量,最好不超过三克,晚上破量服用,有兴奋作用。 最好不要在睡前服用三七粉,因为服用三七粉容易口渴。 空腹服用还是饭后服用? 空腹服用是为了使药物较快进入肠道,有利于肠道吸收,减少食物对其生物利用度的不良影响。 为不好的饭后服用,将三七粉安排在进餐后30分钟左右服用,以减少药物对胃肠道的刺激。 有利于药物的吸收和利用,年纪大了,毛病越来越多,而三七粉是很多中老年人,选择用来保健的一种中药材。 很多中医都吃,提倡按照保健量吃,三七粉也不需神药,不能一次搞定。 但是长期吃就有用,常言道,一勺三七粉,浑身摆并消,三七粉有着强大的保健防病功效,但是吃对了才有效哦。 记得提醒一下朋友们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